贾母支持与否对于宝代婚姻或者是金玉姻缘的成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无论是书里的当事人还是书外的读者都分外的关注这个问题 大家觉得贾母是支持金玉姻缘呢还是宝代姻缘呢 按照前80回看啊毫无疑问他支持的是宝代姻缘 我们讲过亲戚冠打架归来之后呢宝代之间发生了五二惨案 两人因为金麒麟和好姻缘爆发了最大的一场大闹 宝玉再次杂鱼待遇大哭大吐连贾母啊也被惊动了 老人家急得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哪是你的孽障 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 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 真是俗语说的不是冤家不剧头 即使我闭了这眼断了这口气 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 偏又不厌这口气 自己抱怨着也哭了 冤家两个字呢就是这段话的关键词 冤家既可以用来指代仇人 也可以指代似恨施爱给自己带来苦恼 但又让自己割舍不下的人 往往是子孙或者情人 可见我们的老祖宗真的是很懂得辩证法 他们知道自身的爱为我们张开了一张绵密的网 把我们束缚在其中 因此爱里面一定会伸出恨的成分 而亲密关系当中常常产生一种逃离彼此的冲动 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创造出冤家这个词 既是敌人的意思也是爱人的意思 他们还创造出了仇字 这个字呢有两个读音 念仇的时候是对手的意思 而念囚的时候就通囚字 就是配偶的意思 窑窕淑女君子好囚 而贾母这个贾父的老祖宗啊 竟然用宝代之间两个小冤家的关系 来类比他自己老冤家和宝代之间无法割舍的骨肉亲戚 这就算是默认了 这俩人是一生一世分不开的 可见呢在贾母的设定当中啊 宝代是必然成婚的 否则再过个一两年 兄妹俩各自成家立业 可能几十年啊都见不到一面 就好像宝玉的父亲和黛玉的母亲是亲兄妹 但是妹妹出嫁之后啊 至死两个人都没有再相见 那么如果宝代各自取嫁 又怎么可能在贾母死后还打闹不止 甚至要闹上天去呢 这段话呢还有一层意思 宝代之间的好和比贾母的生命啊更重要 兄妹俩是情根深重 而贾母的用情其实也是相当深的了 所以贾母这一句话呢 一下子就击中了宝代两个人的灵魂 两个人啊都听傻了 这话传入宝玲二人耳内 原来他二人竟是从未听过不是冤家不惧头的这句俗语 如今忽然得了这句话 好似参禅的一般 都低头戏教此话的滋味 都不觉潸然泪下 虽不曾会面 占一个在肖像馆凌风洒泪 一个在医红院对月长须 却不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 宝代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这层认知啊 居然是由贾母来启蒙的 那个时候可没有恋人的概念啊 冤家这两个字就妙计 倒进了多少缠绵 宝玉和黛玉 一个凌风洒泪 一个对月长须 又被作者写得多么的美 姜姆这个人呢 特别懂得享受生活 一个平常的物 能让他发掘出别样的美 一件日常的事 能让他张罗出格外的热闹 他喜欢有活力真性情的人 他在黛玉和宝钗之间啊 偏爱黛玉 在习人和秦闻之间呢 轻来轻闻 他年轻的时候或许也有过 类似于宝代之间这样的浪漫故事 这一是不是贾代善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他是否会为了维护宝代爱情而 不惜一切代价呢 恐怕不会 而且这在前80回啊 已经有些伏笔了 先看一个和宝代无关的例子 有一次呢 王熙凤过生日 贾脸趁着凤姐开party的时机 在他的床上和野女人鬼混 凤姐桌肩在床之后啊 贾脸抄起病气来一路追杀凤姐 和这个BB啊 宝代之间的小吵小闹又成了过家家 这就是相对论 作为贾府大法官 贾母孝道 什么要紧的事 小孩子们年轻 馋嘴猫似的 哪里保得住不这么着 世人齐小儿都打这么过来过 都是我的不是 他多吃了两口酒 又吃起醋来 从小是人都打这么过的 这话啊 信息量据的 让人不禁呢 浮想连篇 世人 当然应该包括 他老人家自己咯 难不成贾代善以前也干过这档子事 如果贾母曾经是受害者的话 那他不是更应该能理解凤姐的不幸 更应该力挺凤姐的吗 可是并没有 在贾母的口中 男人偷心啊 根本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亲身和凤姐这么亲 一天也离不开凤姐的贾母 这回子 屁股怎么这么歪呢 诶 恰恰相反 贾母做的太正了 而且他必须这么正 刚嫁入贾府的时候 他也是和凤姐一样的年轻媳妇 应该也有过对爱情生活的追求 但是多年媳妇熬成婆 他俨然成为了这个宗法大家族 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 他要维护的归根结底 是体系的稳定 而这个体系就是围绕着 他的儿子和孙子们构建的 所以我们看到 事后他痛马假脸 什么好下流种子 你媳妇和我玩牌呢 还有半日的块儿 你家去再跟那赵二家的商量 治你媳妇去吧 好像对假脸这个孙子很嫌弃的样子 但别忘了 贾母大法官对于假脸偷信案的正式判决 舒适 假脸虽然是有失减点 但凤姐的嫉妒本身是大大的不对 尽管贾母非常巧妙的看似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来了 都是我的不是 今天让你多喝了两杯酒 你就吃起醋来了 就算内心更偏爱凤姐 贾母必须维护的是假脸 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宝袋身上会怎样呢 在第五十四回啊 有一个小公案 贾母掰晃案 元宵节贾母佳艳 请来讲段子的女仙儿说了一个凤丘鸾的故事 走的呢差不多是西乡记那个套路 结果贾母就不干了 把他们这个套路呢给大批特贴了一通 这些书啊都是一个套子 做不过是才子家人 仙批故事里面这种女孩要不得 把人家女孩说的那样坏 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 不管是亲是友 便想起终身大事来 父母也忘了 书里也忘了 鬼不成鬼的 贼不成贼的 哪一点是家人啊 便是满幅文章做出这些事来 也算不得是家人了 第二啊 在批编故事的人扯谎 何尝他知道呢 试唤读书家的道理 就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 也没有这样的事 别说是那些大家子 可这是揍掉了下巴的话 最后啊表明严正立场 以往家的家教 根本就不允许女孩子听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 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 他们一来啊 我就不说了 贾母说这段话之前呢 宝带之间刚刚巧做了一个小动作 至戴玉前 天塌不隐拿起杯来 放在宝玉唇上面 宝玉一气一干 戴玉笑说 多谢 宝玉替他 真上一杯 因此贾母这些话 越发让人猜测 引发了各路人马的唇枪舌箭 有人说啊 贾母呢 是在维护宝袋 我们这样的人家 不可能发生什么伤风败足的事 也有人说呢 贾母是在敲打宝袋 警告他们不要做出这些事来 还有人说啊 贾母敲打的是宝钗 毕竟宝袋啊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而宝钗你刚来 可别只见了一个亲近的男人 就弄歪心思 这个地方呢 特别有意思 真就像风月宝剑一样 正式照反正照 好像都说得通 因此是 共说共有礼 婆说婆有礼啊 其实贾母这句话 必须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当中去看 只一见了一个亲近的男人 便想起终身大事来 父母也忘了 书里也忘了 鬼不成鬼 贼不成贼 哪一点是家人 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呀 女孩子啊 动心了 自由恋爱了 这其实和认识对方多长时间啊 没有太大关系 那可是个婚姻包办 恋爱有罪的社会 尼佑学姐写在书里的一句话 在自由恋爱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前 自由恋爱的名字就是银 尽管我不认为贾母是在敲打宝蛋 因为对于这么亲这么爱的两个孙子孙女啊 贾母完全犯不着帮着这么多人的面 教育和警告 但是呢 贾母这些话无疑是让人非常的不安的 无认贾母年轻时候曾经有过怎样的罗曼氏 此时此刻的是老太君 维护的就是宗法制度下的那个伦理道德 这和他说凤姐吃醋是不对的 是一个道理 宝贷之间毫无疑问 已经是自由恋爱了 而且随着两个人年纪的增长 这种恋爱关系和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必然会越来越显而易见 越来越难以用小孩子心识这样的话去遮掩 而我们知道啊 宝贷最后是没有能够成婚的 若说有其缘如何心事终须化 牧师前蒙终须化就存在两种可能性 第一呀 贾母转而知识经的姻缘 第二贾母先去世 只要贾母活着 而且坚持挺宝贷 那么除非是皇帝降旨 强行招宝玉做驸马 否则怎样的压力 她都能顶住 如果老太太眼看着宝玉取了宝钗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她自己的立场已经改变了 陈高本的叙述呢 设定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然而在前80回月 贾母一直是宝贷婚姻的最大支持者 她始终在全力的替宝贷婚姻保驾护航 贾母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立场 你必须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陈高本并没有 说假俘图的是 薛家的才势 在我看来呢 也不大讲得通 次大家族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真到了呼啦啦似大煞轻的时候啊 薛家的钱也都不信薛了 就算包大腿 也应该找个外面的第五大家族 才能对冲一下系统性风险吧 老太太如果放弃宝贷婚姻 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 严重到她为了家族的荣誉 而不得不和待遇割席 假如日后凤姐犯七处的那些罪暴露 贾母这个宗法大家族金字塔顶尖的人物 必须丢阻宝居 不得不看着贾脸羞掉凤姐 那么假如 宝贷恋爱暴露 并且发酵成了丑闻 那么贾母也就不得不丢作宝具 眼看着宝玉去宝柴 作者在五十四回写的这个贾母掰晃的故事 就成为了一个伏笔 一肚子文章的林大玉 如果让人知道了 她想起终身大事 便不再是个家人 那么宝贷所崇尚的自由天性和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 就会以人伦惨剧的方式爆发出来 这对于宝玉和大玉来说都是极其残忍的 简直让人不忍心去深想 所以我宁愿相信作者慈悲会采取第二种写法 安排贾母早早的去世 这种走向呢 其实也有一个伏笔 第五是七回 子涓全带遇到 趁早老太太还明白应朗的时节 坐定了大事要紧 所以说老见春寒秋后热 唐花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 老见春寒秋后热 如果夹目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还有谁在主张宝贷婚姻呢 没有了 戴玉本来就苦于没有父母替他主张婚姻大事 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 如果唯一可以依靠的外祖母也去世了 宝玉要逃亡在外不知所踪 戴玉病成恶化 香消玉允 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在我看来啊 这可能就是作者对于宝贷二人 最仁慈的一种安排了吧 和小猪学姐一起 小火慢煮 闹门红楼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